好 欸對這樣子 欸對 欸在這邊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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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這樣好了 欸這樣好了 欸這樣好像不錯 欸這樣好了 欸這樣好了 好 好 好再來 好 欸那可以 露個肩帶嗎 肩肩帶 這樣子嗎 欸啊妳可以 那個內衣脫下來嗎 妳可以再穿少一點嗎 欸褲子可以拉高一點嗎 蛤 呃 呃 好 欸我要飲料了 妳要不要喝 謝謝 欸 頭好像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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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在這邊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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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這這牢好了 欸這樣好了 欸這樣好像不錯 欸欸這樣好了 喔對 很好很好 欸 我給你看照片 好啊 我給你看 對對對 就是 欸 剛剛拍的 哇 很好 很好 欸 這個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還不錯 對對對 對 很好 好 眼睛幫我閉起來 對 很好 很好 欸 你不覺得有點熱嗎 我脫一下衣服 為什麼廁所也會有相機啊 喂 欸 喂 若映好 欸 是 欸 我先跟你討論一下 我們下次拍攝 嗯 好啊 好啊 欸 我們在那個 圈圈旅館 旅館見約可以嗎 喔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可能要帶一個朋友去喔 蛤 你要帶朋友喔 嗯 可是我之前拍攝都沒有帶朋友欸 嗯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帶人去的話 拍的會比較不好看 而且那個FU整個不對 而且有時候朋友 你知道會影響拍攝 所以 我覺得不要帶人會比較好 嗯 嗯 喔 好吧 對對對 那就不要帶人喔 嗯 好 好 那就先這樣子喔 嗯 好 掰掰 好 掰掰 喂 欸 喂 喂 若映喔 欸 是 欸 我是那個啦 那個 張彥池的朋友啦 對對對 我叫小胡你知道嗎 彥池的朋友喔 對對對 好 怎麼了嗎 嘿嘿嘿嘿 欸 想問你 那個下禮拜有沒有空可以拍攝 呃 應該有 你要拍什麼 我要拍那種內衣啊 嘿嘿嘿 呃 哼 我跟 我不用擔心啦 我跟張彥晨很熟啦 我跟他常出去吃去吃飯啦 就常打卡 對啊 超熟的 對對對 放心 對對對 對對對 OK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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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對對 可以可以 嗯 好好好 那我們就先約 先暫定就約下禮拜囉 嗯 好好好 好好好 那先這樣子喔 好 OK OK 好 好 掰掰 掰掰 哈囉 我是蘿莉 那剛剛我演的就是 常新手model常會遇到的狀況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 怎麼預防這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來分享幾個 遇到攝影師的時候的自救方法 第一個就是 當你現場遇到的時候 就是 就開掉他三次經 罵他張話 罵他怕我一直 OK 然後 打你的手 不要碰我啊 然後第二個就是 最簡單的物理性的攻擊 射到他的蛋蛋 欸 幫我閉眼睛 幫他爬 好 好 第三個方法也是 捏爆他的蛋蛋 然後馬上跑出去報警 第四個是保留證據 然後也是一樣去報警 OK 嘿嘿 我也愛給他 第五個方法是 拍直播自保 你可以在當場就直接開直播 那攝影師就會怕 也不敢再多對你做什麼事情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也會讓自己比較安全這樣子 喔 嗨 我是幸子 那剛剛 相信大家有看上述的案例 欸 特別要教一些新手的model 就是自己要怎麼自保 第一個我真的是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就算攝影師說不能帶人 我還是建議多帶人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你多帶一個人 他真的很難對你做出一些 比較邪惡的事情 除非呢你真的很想給這個攝影師拍 就比如說你覺得這個攝影師作品很屌 就是你已經 喜歡他作品 超越到你自身安全的界線 你懂我在說什麼 對對對 就 喔 沒差我叫他被他性侵害 我一定要給他拍 因為他作品太屌 那就不好意思 那你就找了去 不然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非怕拍不可 對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因為很多新手model 會比較常見就是 啊 我怕真的帶了人得罪攝影師 對 說真的其實 像我自己在拍蠻多那種工商 比如說什麼JKF之類 現場是超多工作人員這樣 那如果因為很多人在我就拍不好的話 那其實我也算是獅子啦 攝影師如果跟你講說有人在會拍不好 這個是絕對要特別小心 會比較容易有問題 我不敢要保證說 他一定會對你做什麼事 可是通常社會案件都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有在拍攝的model 就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如果攝影師單獨約你去旅拍 就要特別小心 自我要自保 嗯 對對對 這個是蠻重要的 啊 他好像在那邊踢喔 他弱咖 咖 咖